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诏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昭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静了,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 不容忍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了。